那我最近就很期待一部新戏就是敌人节之神都龙王 那我相信很多的影迷都还记得啊 在去年公益的爱情片第一次里 这个人就像赵又廷和安德拉威比是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唯美爱情 那这次在神都龙王里呢 一个是变身大唐神探 另一个是出演了京城佳人 那这个身份地位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不变的是两个人的默契 还有赵又廷的护花精神 赵又廷要在皇宫大殿前面的台阶上拍戏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冯绍峰饰演了御痴真金和他结伴同行 跑上来跑上来 来到这里突然间算度升级 好有人停下来 好就跪下来 两个大男人结伴向上跑 拍起来还是很生理的 但如果搭档换成穿着裙子的羊颖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赵又廷少不了事先关照一下 想当初在电影第一次中 赵又廷曾经背着杨颖 对他关心位置 这次赵又廷继续怜香西域 想办法关照美女搭档 您别以为杨颖很娇气 这场戏要求他在又长又陡的台阶上 尽全力飞奔 还得跟上赵又廷的速度 眼见赵又廷因为牵挂杨颖 而放不开速度 导演徐克只能当一次坏人 鼓励他豁出去 接下来赵又廷拍摄一场驾车的戏 虽然不用费脚力 这万力却是省不了的 另外他还是同一回赶马车 这两个手 还有一个人就跑过去 你的手手要在那边 今天这样子拉平 你的荣誉 那我要这样甩一下 对对 往里收 要不他还带你走一下 刚刚带人家 看起来